大家早上好 张大哥直播了 这么迟啊,直播 睡不着 想到大家不知道 你们在台湾如何 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我看一下啊,不好意思 给我一点时间 有听到声音吗 有蛋,谢谢你 啊不,啊不,啊不 哇,你们都没有睡啊 全部都是在台风天,不睡觉 谢家喜 谢谢你们 好啊,听得到我的声音 好好好 我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拼满电脑 我在看那个拼满电脑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我的直播 真的不容易啊 现在我在房间里面 请大家不要见怪 张大哥现在躲在房间里面 没有耶,没有看到耶 有吗,有看到 晚安,晚安 谁跟我说晚安的 Coco 晚安 Wrida 你们全部没睡啊 是不是台风天,你们没办法睡啊 啊,我就是好奇 到底台风天 台湾还好吗 听说这个台风是在北部 目前情况如何呢 有人告诉我吗 我可以开YouTube看看 新闻有没有报导现在 哇,都是韩国瑜的新闻 因为我只看中天 如果你只看中天 都是韩国瑜的新闻 哎,不可以这样讲啊 这样讲会被罚 哦 因为善意找不到韩国瑜的新闻 酸 酸韩国瑜 黑韩国瑜 其他的很多电视台都是 哇,讲韩国瑜的 支持 支持 民调跌到比当年的年战还低 哇,很惨 哎,我没事 酷酷,我没事 但大概还好 因为我明天休假 明天休假 所以今晚迟睡不要紧 我可以明天睡到八九点都不要紧 明天是我的假期 我不用担心 我没事 我睡不着是因为我 我是担心 有一点担心台湾啊 不知道你们台风怎样 因为有一个网友 我看他是很紧张的 每次台风 他住在花莲的 哦,宋星妮是吗 哦,这个姐妹 所以 当大哥也不是说有策影之心啦 我现在就是要找那个新闻的直播 不然在哪里 哎呀 好啦,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当大哥没有做好准备 临时想直播就直播了 还好 还好是 台风天还好嘛 是吗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嗯 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聊 哦 哦 14级台风嘛 东北 对台中南投以北地区 东漫部地区 都发布的路上警报 嗯 它海面上 当然包括东部海岸 跟北部海面上 至于这个台风 未来的动向到底怎么样 我们首先来看 它的路径变化 这个12点是中心的路径图 中心位置在这个地方距离 宜蘭的 南南东 还有2009公里 那个位置 其中呢 它的移动 哇,它说12点的时候 这个米踏海峰哦 哇 哇 180公里 蛮高的嘛 对吗 大家 12级的台风 哇 哇 明天早上11点才离开本岛 所以现在应该是很大吧 最靠近台湾地区就在这里 最靠近台湾地区就在这里 因为距离宜蘭的南南 你那边有没有水 什么水 我这边没有 我这边也没有雨水 这边 没有什么下雨啊 11点半 11左右呢 这个台风的中心就距离台湾最近 哦 11点半 距离台湾最近 所以现在应该是 很糟糕啊 现在会吗 会很糟糕吗 其实是没有什么 太关系 估计10点到11点 距离最近 所以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是10 现在已经是要一点了 哦 要一点了 应该是明 应该是比较 嗯 雨势应该比较弱吧 风势应该比较弱吧 中天加油 对台湾的宜蘭 各个地区造成最严重的 灾害也就是 风墙雨大 就是 雨呢 大是大暴雨 哇 宜蘭生计超大好雨 新北 桃园也是大好雨 所以宜蘭 被攻击最大了 对不对 有没有宜蘭的网友啊 新竹还好 哦 淹水 好啊好啊 大家 报告你们的情形啊 好不好写你的地区好不好 你淹水 苏珠你自己淹水 还是在那里淹水 你不要 不要介意啦 我是想 半夜嘛 夜猫子嘛 就比较轻松 我知道 如果你现在是很辛苦哦 不要生气 张大哥 好像幸灾了 我不是 我就是因为担心 所以 想临时 直播哦 跟你们谈谈 哦 可以陪陪大家 如果你们睡不着我 我看有些网友还没有睡着呢 哦 有些网友还在 都睡不着 那我就陪陪大家讲讲话 哦 所以说 呃 严肃珠你说淹水 你住哪里 好不好 你打出来 让大家知道你住哪里 好不好 谢谢你哦 哦 不要误会我